1946年,王光美和李克农的合影 那年,他25岁,妥妥一个大美女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6年,拍摄地点应该是北平 照片中的这两个人,就是李克农和王光美 照片中的李克农,47岁,政治壮年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 头戴考克帽,看起来特别深沉 李克农的眼镜很有特点 他的目光说不上是深邃还是犀利 可能是二者见而有之吧 说他的眼光深邃,那是因为别人通过他的眼睛 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内心 说他的目光犀利,那是因为他盯你的时候 好像要看透你的内心 照片中的王光美,十年25岁,正值青春韶华 他五官精致,皮肤白皙,长相甜美,一笑俩久窝 他的长相,非常符合东方女性的那种美 王光美的美,不张扬,非常柔和 让人一看,就觉得赏心悦目 他的眼睛很清澈,一点也也不设防 一股纯真的气息扑面而来 此时的李克农,在北平均条处 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 而王光美,则是我方的英文翻译 王光美这一生都很传奇 他本来是可以靠脸吃饭的 可是,他却成了学霸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 可是,他却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了 他本来可以在翻译,外交方面有所建树 可是,他却成了刘少奇的夫人 不得不说,王光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论学习,他是学霸 论长相,他百里挑一 论人品,他大度,坚韧,热诚待人,表里如一 在老一辈女性革命家中 如果问,谁最能代表中国女性的美与智慧 我想,那一定是王光美吧 订阅我,一起聊聊